前总统陈诗辩之子,民进党高雄市议员候选人陈志忠遭媒体拍报出入有酒店小姐的私人招待所。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夫下午表示, 移情组织部和高雄市党部了解, 尽速调查,再送到党中央, 看到报告后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洪耀夫说,看到媒体报道后, 移情组织部和高雄市党部了解, 目前状况都还是媒体报道, 真实状况还要了解, 陈志忠身份是一般党员, 所以请地方党部调查陈志忠付招待所。 民进党要高雄市党部调查, 中央设议兰26日电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被媒体拍到出入有酒店小姐的招待所。 民主进步党秘书长洪耀夫今天表示, 移情组织部和高雄市党部了解, 尽速做个调查, 再送到党中央媒体报道陈志忠在9月15日晚间出入有酒店小姐的招待所, 当晚还有二名台北市酒店红牌小姐作陪等。 陈志忠今天早上出面澄清说, 与有人在开放区把台飞包厢, 为多加注意他人, 民进党今天下午在宜兰举行行动中场会, 洪耀夫会后受访表示, 看到媒体报道后, 移情组织部和高雄市党部了解, 尽速做个调查, 送到党中央洪耀夫说, 目前状况都还是媒体报道, 真实状况还要了解, 陈志忠身份是一般党员, 所以请地方党部调查。 洪耀夫也表示, 民进党长期都警告党的干部和公职人员, 应该避免到不正当场所, 这是党长期的坚实, 不是到选举才呼吁, 平常就要对输入力点审慎孝心, 会再次呼吁党的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注意。 此外, 民进党妇女部主任蔡婉芬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 无法评论个案, 但台湾男人好像没有上酒店就无法谈事情, 上酒店似乎成为一种成功的象征, 他认为,明明就是无能的人才需要到酒店谈事情吧。 正参选高雄市议员的前总统陈水扁儿子陈志忠被周刊爆料, 日前到台北出入有酒店魅作陪的私人招待所。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分享。